众所阿伟粉周知,奥特曼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,因为奥特曼中不仅有很多令人热血的战斗场面,同时还教会了我们很多道理,所以时至今日,奥特曼依旧很受欢迎,但是,自从艾斯奥特曼开始,有些剧集里,画风就有点不对了,时不时就给我们整点惊吓,以至于奥特曼中有不少场景,后来都成为了我们的童年阴影,毫不夸张的讲,有些剧情,即使阿伟今天看都害怕,不过抱着不能让我一个人害怕的原则,本期阿伟就给他回忆回忆,奥特曼中那些令人不寒 阿伯特曼的恐怖剧集,都有哪些,友情提醒啊,本期视频可能有点吓人,胆小的可以选择性观看啊,废话不多说,咱们直接开始,No.1,艾斯第17话,萤火虫平原的妖女,这集一开始,恐怖的气氛就直接拉满,困暗的房间里,只有半张脸在那里低沉的说着话, 在萤火虫平原地区,一到半夜就会发生离奇的车祸,由于这条路,是Tuck队日后运输威奇导弹的必经之路,所以Tuck队第二天就赶到了现场,结果身经病, 百战的金野队员,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呲哇乱叫,只见车里的乘客,全都变成了白骨,而通过调查发现,这些人都是在凌晨两点,遭遇的不测,好家伙,光这时间点就已经很恐怖了,随后为了确保威奇导弹的顺利运输,南希子和暴躁心思,选择在凌晨两点,来到萤火虫平原,进行细致的蹲点探查,突然,在夜幕里,南希子看到一个奔跑的白衣女子,接着南希子就追了上去,不过追到一半,对方竟然莫名的消失了,而当 北斗和南希子回到车里时,对面突然出现一个戴恐怖面具的神秘人,好家伙,能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,你俩也是个狠人,接着胆大包天的南希子又追了过去,不过在追到明子家的时候,那个恐怖的神秘人居然不见了,而明子呢,则一个人在门口的轮椅上,喂着萤火虫,这会儿已经凌晨两点了,姑娘你就算不怕,明天不用上网课的嘛,而通过交谈得知,明子就一个人住在这身上老林里,于是为了保护明子的安全,南希子当晚就和他一起住了下来,不过到了半夜,南希子突 突然发现,之前还躺在自己身边的明子,突然不见了,于是南希子就起身去找,我的妈呀,就这个画面,虽说啥也没有吧,但感觉就是超级恐怖的好吗,接着南希子拉开一扇门,只见明子摇头晃脑的背对着自己,而当南希子靠近时,对方竟然一跃而上,瞬间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,于是警觉的南希子决定留下来再住一晚,可没想到到了第二天晚上,南希子刚睡着不久,明子的双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,接着一张恐怖的脸突然出现,好家伙,这哪里是童年阴影啊,这就是成年阴影好吗 好在北斗及时赶到救下了南希子,而南希子也很快得知,其实出现的魔女,就是明子的母亲,五年前死于一场车祸,而现在的一切都是亚伯人为了阻止威妻的运输,在利用明子,随后被识破的亚伯人,便召唤出了阿塔尔卡,而接下来,就是奥特马达小怪兽的环节了,不过看完这集,阿伟就有一个感觉,这玩意儿真是拍给小孩子看的嘛,你确定孩子看完后不会做噩梦吗,那么二,泰罗十四化,泰罗的头飞了,大家都知道,到了泰罗的时候,远古是将泰罗设 因为骗儿童像的,所以情节一般都偏轻松会谐和搞笑,可即使是这样,泰罗也还是有些恐怖的剧情,比如第十四化,在这一集中,剑衣和沙芝来到农村游玩,在这里,他们遇到了一个叫梁柱的孩子,也目睹了施工队爆破的场景,而在爆破完以后,梁柱在泥土里发现了一尊石佛,而这尊石佛呢,其实是可以保佑一方平安的土地神,所以他本应该埋在地里,不过就在孩子们准备将他埋起来的时候,土地神却被当地的大地主岛田给抢走了,而就当岛田将土地神� 共红在家里以后,失去神灵镇压的炎龙王怪兽,瞬间从地里破土而出,你们看看这造型,哪怕是白天,也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,据说啊,这只怪兽的造型,还是借鉴了我国僵尸的造型,随后在危难时刻,光太郎及时变成泰罗,然而炎龙王怪,先是挡住了泰罗的斯特利姆光线,然后口吐黑烟,将泰罗击倒,紧接着一刀就将泰罗的头给砍了下来,而这一幕,也成了不少人的童年因,不过好在孩子们及时将土地神搬了出来, 瞬间复活了泰罗,与此同时,炎龙王怪也瞬间人头落地,最终被泰罗所消灭,所以这一集,不光是怪兽的造型可怕,泰罗被砍头的场景也十分吓人,关键是,最后泰罗瞬间复活,和炎龙王人头落地的诡异场景,也给这集增添了许多恐怖的色彩,总之,这一集啊,阿伟一般能不看就不看了。 3.雷欧第三话含泪告别 众所周知,雷欧应该是招呼号中,GIC以后,又一个恐怖场景比较多的TV剧,哪怕是时至今日,再看雷欧,依旧感觉,有些画面就跟拍鬼片一样,其中第三话可以说,算是很多人的童年噩梦,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,小偷的爸爸带着两个孩子,愉快的往家赶,突然,朱鲁克新人凭空出现,并且当着孩子的面,将小偷的父亲拦腰斩断,我弟妈呀,就这残忍的手段,这小偷不得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,从那以后,小偷兄妹就成了孤儿,而在三 三天后的一个雨夜,林木队员来到俱乐部,准备将小偷兄妹接回家领养时,在路上,朱鲁克新人又再次出现,就在林木下车查看的时候,朱鲁克新人手起道路,接着林木也被蓝药斩断,好家伙,不知道小偷兄妹到底是造了什么大孽了,要两次目睹这恐怖的一幕,难怪雷欧当年收拾率低,孩子哪敢看这个,除此以外,雷欧第五十话,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印象,在这一集中,来自暗黑星球的布牛,设计抓住了全美的母亲,而得知此事后的凤原,第一时间赶到了 接着,布牛就用自行车锁,哦不是,是用宇宙承索捆住了凤原,并将其带给了布莱克指挥官,本来这个时候呢,指挥官是想一刀直接把雷欧给劈死的,不过关键时刻,雷欧变得深,我说雷欧,你腿又没被绑,咱不能用雷欧飞踢嘛,随后,雷欧就被带到了低温实验室里,在这里,布牛先将雷欧给冻住,接着,残忍又恐怖的一幕来了,阿伟敢说,这一段是所有看过雷欧的童年印,而这一幕呢,当年对年幼的阿伟,也 造成过不小的心理冲击,不过好在雷欧最后被二王拯救,才抚平了我们心理的创伤,当然,奥特曼州的童年印象还远不止这么多,有很多情节也从童年印象,变成了今天的成年印象,如果小伙伴喜欢看的话,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阿伟可以考虑做几期系列视频,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欢迎大家指正补充,进主页,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